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来的时候 顺服神其实很不容易 让神借着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经历 教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 我们今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看见姚伯兰从事件 一个在迦南地偏北的地方 到伯特利一个在迦南地中间的地方 后来跑去迦南地的南边 然后神就在第十二章七节告诉姚伯兰 迦南地将来会属于姚伯兰和他后裔的 那姚伯兰应该如何表示 他相信神的应讯呢? 那就是姚伯兰需要居住在迦南地 但是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 迦南地遭遇了饥荒 而且因为经济的压力 还有社会的压力 姚伯兰就逃跑去埃及去了 姚伯兰不只抛下神的应许 他也为了拯救他自己 把他妻子放在很危险的情况中 姚伯兰本来应该为他的妻子牺牲自己 但是姚伯兰叫撒赖牺牲他自己 之后撒赖被带去法老的后宫 但是神就咒试法老 而且跟法老说 姚伯兰是谁 撒赖是谁 之后姚伯兰就认罪悔改 而且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 姚伯兰回到迦南地 之后会在 伯特利再次敬拜神 当我们觉得神的应许离我们太远的时候 我们会做什么 而且当我们感觉上 神离弃了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的家在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中 我们会做什么 别忘记第一批听创世纪故事的听众们是谁 那就是刚从埃及到西南山的以色列人 上帝就记载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 常常会觉得神的应许离他们太远了 迦南地离他们太远了 他们想回到埃及 其实我觉得我很像亚伯兰和以色列人 我常常会怀疑上帝到底会不会成就 他的应许 而且我也会常常想要使用我自己的聪明或智慧 来得到我心里面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也常常会发现我心里面要的东西 跟神要赐给我的东西比较的时候 一点价值都没有 上帝要给亚伯兰的是迦南地 但是亚伯兰心里想要的就是埃及 新约经文告诉我们 迦南地应许之地 其实在预表那更好的应许之地 那就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生命 其实上帝在让我们看见 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聪明来得到这个应许之地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相信神会成就他的应许 这样亲爱的基督徒 您认为上帝离你很远是因为你的罪吗 您认为上帝现在对你生气吗 基督徒让我们再次仰望神 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仰望那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的确拯救了你 而且耶稣的确复活了 耶稣一定会继续牧养你 带领你 让你成长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祝福弟兄姐妹们 祝福弟兄姐妹们